16,問題16當然這邊你可以增加一個按鈕 然後輸入一個整數,比如輸入5好了 能夠被5整除了 那這邊有個回覆了嘛 你可以寫個回覆,按一下回覆 全部都回覆了 那要怎麼寫,我想方法很多 這個我想我就 就不給各位答案了 這個我想自己再想想看,方法很多反正 只要你做得出來 你可以重新再把顏色加 就是全部都清除掉 然後再把顏色全部再加上去就可以 你就不用說還要去記得之前 之前到底哪些,或者是方法很多啦 你看要全部 最快的方法就是全部 格式都清掉 然後再加原來的底色就好了 這是最簡單的嘛 OK 然後再來順便講一下 這個 比如說還有一些資料來源 順便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我想在網路上 我會放,比如說像很多同學 其實會來學VBA 來源很多的部分是跟證券有關的 證券相關的從業人員 然後我在網路上有放一個 一個部落格文吧 然後或者剛好那天上到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要抓網路上的股市的資料 然後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是怎麼樣的 這個股市的資料 比如說這一頁 再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是在那個 Yahoo的那個股市 我想你打Yahoo裡面有股市 股市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那個 當日行情吧 大概 比如說我今天當日行情的塑膠好了 那比如當日行情裡面的塑膠呢 我這個網頁裡面的那個 我的表 這個表格 我想要怎樣 放到Excel裡面分析 好 那或者是自動化 這樣也可以自動取得的話 你可以把它複製對不對 然後再到Excel裡面 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其實在Excel裡面有一個是 資料裡面有什麼 從Web 從Web的這個功能不知道根本有沒有用過 就是說它可以從網路上面 在某個網頁裡面一個表格 就可以自動匯進來了 而且可以寫成VBA 那其實還蠻多人會需要用到 因為每天可以自動從 網頁網路上面撈資料 那個這個需求還蠻大的 但是很多時候會怎麼樣呢 就是說呢 雖然可以撈資料 我們按一個Enter 它會到了這個網頁 但是呢 會有遇到一些問題 很多證券相關的從業人員 就是因為它每天都要撈資料 可是喔他們只能怎麼樣 圖法鏈鋼 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那多少 當日行情 多少Page 所以他們可能這樣撈 每天都撈 撈資料都瘋掉了 所以 如果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這邊的箭頭 對不對 點一下 打勾的話 有個匯入對不對 按一下匯入 它問你說匯入到哪邊 你按一下確定 基本上當然你這樣匯入的話 應該會把外部資料 都匯入到Excel了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個有沒有 取消群 取消群 它會出現什麼 資料沒有進來 可是就會 欸 你想說 奇怪 為什麼會沒辦法匯入資料 基本上喔 當然 這個很多網路上面的資料 它也知道你會撈它的資料 所以它會做一些保護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個保護取消的話 交給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以後如果有保護的話 你可以把保護給關掉 它就不保護 不保護之後資料就可以抓下來了 但是這個方法 僅限於它的保護 是用JavaScript寫的 可是它